位于南港高中后侧的昆杨街60巷口 挖鲁基专开道路博游 这处路面凹陷的转弯处过去曾进行铺补整平 不过没多久后路面还是继续下陷 当地里长担忧会不会是天坑出现前兆 因此要求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方面进行路面开挖 希望找出原因 因为这边路口有一个地方呢 有路面凹陷的情况 并且是补了又凹重复的发生 再加上日前我们发生了天坑事件 所以我们更加的上景发调 所以特别联络新工处能够预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开挖 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判断凹陷的原因 我们才能够提前的超前部署 避免汗事发生 其实日前附近南港路三端也出现过道路塌陷情况 经过调查确认原因是雨水连接管脱落导致 对于短短三个月台北市出现五处天坑事故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方面也拟定多项对策因应 首先是加强道路巡查 并汇整路面破损塌陷异常个案 做进一步的开挖探勘 预防填坑发生 道路的巡查会是以新工处的道路的巡检为主 那一些相关的这个巡检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是属于它的这个路基 或者是说路面的这个形态的破损是 可能一次去补完以后 后续的时间它就产生 那这种方式我们就会把这些案子收集起来 去做后面比较属于需要做地底下的探测的 或者是邀级比较属于几个大的单位 是像水利处 卫工处 自来水处 跟水有关的都可以一起来检视 地底下的一些管线的构造是不是完整 另外针对污水干管排水箱含及测沟部分 公务局也陆续进行检测 确保安全无余 卫工处的部分 因为卫工处是属于污水管埋得比较深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些相关的这个 淡水河测有11条的这些比较深层的 污水下水管道的系统我们做了检测 那目前的这个检测的结果都是算良好的 在8月初我们就完成了 那水利处的一些相寒也有差不多将近716公里 那这样的长度我们也希望说跟不同的洪水 来做这个下水道的这个重重 那另外测沟系统是比较 是属于跟一般的道路比较接近 那测沟系统的这些检测我们就会透过 包括大陆的刑检还有刚刚所提到的 会有一些道路在铺足过程中的回报 它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的收集 我们来看它是不是有连续一次或两次以上 必须要去做铺足 那这个可能是它地底下的路基 我们就以并来检讨 看是不是这些路基的问题是 还有受到水的重刷 我们就会以并来改善 记者张启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